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2024年世界泳帘跳水世界杯蒙特利尔战 3月4日陈迎来收官站 也是本站赛事的压轴大戏女子十米跳台决赛 这场角逐全红衩的状态比较慢热 直到第五跳才发挥出来最终获得银牌 陈玉希发挥更好获得金牌 此前全红衩陈玉希搭档参加女双十米台 以绝对优势夺得金牌 而陈玉希还出战混合团体项目夺得金牌 这场女子十米台切换为对手 两位中国选手的状态都不太好 不过陈玉希的整体发挥更好 最终夺得女子十米台金牌 本站赛事斩获三金 迎来职业生涯第22次世界冠军头衔 女子十米台项目向要通过预赛 全红衩陈玉希在预赛阶段都发挥出色 全红衩以421分排名第一 陈玉希以412.85分排在第二 关于其余十位选手晋级决赛的选手 第一跳107B 难度系数3.0 陈玉希全红衩的第一跳都是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陈玉希第一跳稳定发挥 有效分两个9.0和一个9.5分 拿下82.50分单跳排名第一 全红衩的第一跳稍微有点紧 有效分两个9.0和一个8.5分 单跳79.50分排在第三 第二跳407C 难度系数3.2 陈玉希全红衩的第二跳都是向内翻腾三周半爆息 陈玉希延续稳定发挥 有效分都是9.0分 单跳拿到86.40分排名第一 总得分当然也是第一 全红衩还是太紧 入水有明显的问题 有效分两个8.5和一个8.0 单跳得到80分也是排在第三 前二跳总得分159.50分 落后陈玉希接近10分了 第三跳陈玉希A 难度系数3.3 全红衩6243D 难度系数3.2 陈玉希第三跳臂力跳水 向后翻腾三周爆息 这跳发挥还是不错 有效分两个8.5和一个8.0分 单跳得到82.50分 前三跳的总分为251.40分排在第一 全红衩第三跳臂力跳水 向后翻腾两周转体一周半 入水后似乎没控制住 有效分三个8.5分 单跳得分81.60分 前三跳总分241.10分升至第二 第四跳207C 难度系数3.3 陈玉希全红衩第四跳向后翻腾三周半爆息 两位选手都出现些失误 水花都没有控制住 陈玉希有效分两个8.0和75分 单跳得到77.55分 而全红衩也是相同的有效分 因而总得分与陈玉希还是10.3分的差距 第五跳望三臂 难度系数3.2 陈玉希全红衩第五跳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躯体 陈玉希顺利完成动作 有效分三个9.0分 单跳获得86.40分 以总分415.35分获得冠军 全红衩第五跳终于发挥出来 其中三位裁判给出10分 有效分两个9.5和一个10分 单跳获得92.80分 总得分411.45分获得亚军 英国选手斯彭多利尼·希里埃384.70排名第三 本场比赛陈玉希一路领先 全红衩尽管在最后一跳有近乎完美的表现 但是仍旧未能实现逆转 最终陈玉希以3.90分的优势力压全红衩拿到了冠军 在此前她和陈玉希搭档获得了女子双十米跳台的冠军 两个小姑娘自从搭档开始就从来没有输掉过任何一场比赛 她们以全胜的战绩展现出非常强大的统治力 她们是中国跳水队骄傲 跳水世界杯的比赛正在进行之中 本次跳水世界杯 大家非常关注中国跳水队的表现 在加拿大蒙克利尔举办的赛事上 中国跳水队几乎派出了全部的主力参加比赛 在女子三米跳板项路上 中国队派出了陈玉文和昌雅妮参加比赛 而且这两位选手在赛场上也展现出了非常高的水准 尤其是全红衩的师姐 今年只有25岁的陈玉文在这次的比赛中证明了自己 陈玉文在前不久进行的跳水世界锦标赛上输给了昌雅妮 没有夺得冠军 但来到跳水世界杯的赛场上 陈玉文的发挥非常稳 最终他以超高的分数夺得了这枚金牌 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全红衩的这位25岁的师姐 现在的状态非常稳定 他对这个项目的统治力也比较强大 其实陈玉文在职业生涯中 已经拿过世界锦标赛和世界杯的冠军了 现在唯独缺一枚奥运会的金牌 就能成就职业生涯大满贯 大家希望陈玉文能够在巴黎奥运会上实现自己的目标 陈玉文现在的状态非常不错 大家相信陈玉文一定能够在接下来的巴黎奥运会上 有更加精彩的发挥 有的网友表示 在巴黎奥运会的赛场上 陈玉文或许会创造历史 大家希望陈玉文继续加油 粉丝们也期待着他能够再为中国跳水队夺得更多金牌 现在的中国跳水队有很多的优秀选手 陈玉文作为其中的代表 已经在赛场上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未来的比赛 陈玉文有望走得更远 获得更多的好成绩 尤其是在巴黎奥运会的赛场上 陈玉文肯定会向着金牌发起强有力的冲击 粉丝们会继续为陈玉文加油 希望他能够实现目标 看到中国跳水队有这么多优秀的选手冒出来 粉丝们都为中国跳水队感到骄傲 当然 中国跳水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尤其是外国选手会向中国跳水队发起强有力的冲击 希望陈玉文能够在后面的比赛中不断努力 也相信他能够在巴黎奥运会上代表中国队获得金牌 北京时间3月3日晚到4日凌晨 2024跳水世界杯蒙特利尔站在其中的两个项目 中国跳水梦之队再次展现了无可争议的统治力 第八冠 还有六连冠加十连冠 男子双人十米台决赛的争夺 中国组合杨浩 练军节出战 开场的两个动作 两人都突破了55分的大关 此外401B有四个十分出现 同步满分三个 开始便建立了优势 最终两人以457.23分获得冠军 赢得中国队在本次大赛上的第八个冠军 要知道第二名的墨西哥组合得分428.97 中国组合30分的优势相当明显 绝对的统治力 女双三米板决赛的对决 中国组合陈玉文·昌雅妮出战 此前两人在单人跳也都收获了奖牌 不过陈文毅拿到了冠军 昌雅妮出现失误拿到了铜牌 美国选手拿到银牌 此番的双人跳两人继续出战 从第一跳开始 两人便保持着领先 开场两个2.0的动作 都突破了50分的大关 后面的第三跳 陈文毅·昌雅妮继续保持着压制 收尾的5153B达到75.60分 也是本场最高 最终两人以329.40分顺利夺冠 从配队开始 陈文毅·昌雅妮在女双 已经实现了世界杯六连冠 国际大赛十连冠 外加世锦赛三连冠 亚运会冠军 再次接下来 写着 关门 无可少认